善男子 什么是我像 也就是各类众生 其心所正 善男子 假若有人 隐居深山 心觉万绿 所有的烦恼 你都把它割堵掉 所以你在隐居深山里面 什么东西你都不用烦恼 感觉到什么 调和顺势 不觉得有自己的身体存在 那么直到两臂 两腿 只是不能去 柔软不能伸 这是因为 社会调养身体 不得方法所致 略用针刺 或少用 什么哀咎 少用哀咎 就是稍微用 那个什么 用针灸的方式 爱咎 这例子 就是给你刺激一下 你就会知道 有我 所以 心中 有所正 有所取 才显现出 我之体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心中有所正 有所取 有所正 有所取 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不是说 你有那个正 正跟取 有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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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所正 是电队讲的 电队讲的 你已经落入四顿岛里面了 怎么可能会正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说有所正 第一个 第一个 翻译 在翻译的时候 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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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所正 没办法 要用正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佛要用这种方式 所谓的有所正 所谓的有所正 就是说 你 你这边有清净 那就是有所正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 因为你是颠倒 我们顺势讲说 你有所正 比如说你眼跟有所正 眼跟有清净 这个地方的有所正 是因为 是因为 你有所颠倒 所以这边是颠倒的 所以你不要 你如果按照文字上来讲 会解释不通 你会不明了佛所说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有所正是因为你了境 那个时候有所正 我碰触到你了 我用真刺了 因为你说 那个什么 你就刺下去才知道有知觉 那个就是正 所以那个正 你不要被误导 那个正 这个正就是一个了境的意思 你看看 就是说 心中有所正 有所取 才显现出我这体 这个我自体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说 夜相一开始流现了 那个当下就是我 对 那个当下就是我 那个什么 你如来藏本来是清净的 如来藏本来是清净的 但是你夜相 一开始波动以后 如来藏本来是平静无波 你开始一起心动念 一起心动念 就会怎么样 那就是 就开始了境 对吧 那就是所正跟所取 刚刚说 这是领导讲的 这样可以清楚吗 所以你要 你现在 这边原神经讲的我相 你一定要对应到 这个方式的我相 这样就可以清楚了 这样OK吗 所以心中有所正 有所取 这时候我就出来了 就是你的心 这个时候心中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心就是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开始波动 开始有了境了 那时候就是我 这时候的我了境是什么 就是夜相开始流现 夜相开始波动流现 这样知道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你要提出来 嘿 我们就是好好来讨论 把这个事项 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事项 等于就是说 你更深入 而且可以讲说 你已经了达四项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我相 这样知道吗 好 善男子 其心乃至正于如来的境界 终究 了之清静的捏盘 这仍然是我相 这一句话 每一项里面 最后一句话大概都会这样讲 就是说 其心乃至正于如来的境界 终究了之清静的捏盘 这仍然是我相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假设 我这个夜相如果不流现 你夜相不要流现 那个怎么就是就是如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 你只要夜相不流现 我都如如不动 你这时候就得到捏盘了 所以最开始 从最开始来讲 最开始我相 最开始这一段 第一段 你只要夜相不流现 我就捏盘了 但是他到后面也是一样 你人相 你不执着这个人相 你就得到捏盘了 我们等一下读第二段的时候 你就知道 所以他讲说到这个地方 你心有所振 有所取 就算你如来 如来障好 开始有波动的时候 夜相流现了 那个时候 我就出来了 原学经这个我相这样知道 有情绪 没情绪要提出来 好 好 接下来 我相 我相 我相这样知道 好 接下来 善男子 什么是人相 各类众生的正物之心 就是人相 好 认为有我 认为有我 的人们 不认为彼就是我 那个彼就是圆绝 那个彼就是那个什么 如来 如来 就是如来 就是本那个什么 真如本性 真如本心 认为有我 认为有我的人们 不认为彼就是我 实际上所物之镜像 并不是死我 能物之心 也不是死我 这个能物之心 跟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能物之心 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你夜相流现了 那么六四 就开始波动 对不对 那个 这个 这个就是能物之心 所以这个时候六四 虚幻分别 所以这个能物之心就是 你开始会波动 开始会了境 有没有 你流现出来以后 六四就会波动 六四了境 六四了境 六四开始波动 这个就是能物之心 能物之心 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六四 如果我清静的 有没有记得吗 我六四 六四 不起 我就有那个 我就有那个 虐盘了 对不对 六四不起 前五四都不动 所以就是能物之心 这个仍然是旺心 对不对 仍然是旺心 所以这个要对应 他说能物之心 这边来看 再读一下 能物之心 就是认为有我的 人们 不认为 就是我 不认为彼就是我 知道吗 认为有我的人 认为有我 这个我 你刚刚 A相刚开始流现 有没有我 有啊 那个A相流现 都就是我 认为什么 他真的有这个 认为有我的人 不认为啊 那个什么 那个 真主本心啊 就是我啊 他 他不会 执着 有个实在的我嘛 所以他不认为 真主本心就是我啊 知道吗 知道吗 因为 你既然 那个A相已经流现出来了 就开始起心动念了 你已经失去的那个什么 认识真主本心的那个 那个 那个原动力了嘛 所以 他 他不认为就是说 那个 原觉心 就是我啊 这样知道吗 这句话就是说 就是说 一向一开始流现啊 你已经忘了 这个刚才讲那个 那个是颠倒啊 就说那个你 你一向一流现啊 颠倒就 就形成了啦 所以你再也不会去 那个什么 认为说 那个清静的觉性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就是你的真在的我 真正的我 这个一句话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啊 所悟之镜像啊 并不是死我啊 那个所悟的镜像啊 所悟的镜像 就是说你那个六四啊 六四开始波动 那个波动啊 根本不是实在的我啊 能物之心也不是死我啊 这种人啊 认为自己已经觉悟了 已经超过一切贤胜了 这就是人像啊 就是这个啦 就是说 就是这个啊 因为你六四啊 六四一直在分别嘛 那你反过来讲说 我们要让六四清静啊 对 你六四清静 六四清静 我们讲说等于那盘 有于那盘啊 所以啊 他说贤胜有没有 他说已经超过一切贤胜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六四分别就是那盘嘛 一切贤胜喜像 一切贤胜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社界天理下 那些那个是贤胜 那个 我们说天人啊 天人就贤啊 那 那个什么 我们讲说圣啊 圣啊 就是那个什么 圣就是那个 比如说那个 那个什么 圣文圣以上 那就是圣啊 圣文圣以下就是贤 所以你看啊 就是说 以为这个这个六四 六四清静的 就以为就是怎么样 以为你就是贤胜的 其实还没有 就是有余内盘而已啊 有余内盘而已啊 有余内盘而已啊 这这样是不是 电头讲 就从外面讲出来 这样知道吗 所以 现在就是这个六四开始波动 开始波动 那个什么 那个 人像就出现了 那这部分人像有没有问题 哦 来 善男子啊 其心乃至于圆满正悟涅槃 哪怕是有一点点我已成佛的念头 就是我像 心中 有很少的一点已经悟到的心理啊 对般若啊 为世等佛教道理啊 无所不通 这些都是 称为人像 这个就是翻译的问题啊 对般若为世这个啊 这这不是佛祖公的啦 这不是佛祖公的 这就是翻译 翻译者 添加上去的啦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个 就是说 我六四啊 我六四 我了解到六四 会了别嘛 我了解到六四会了别 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 我有所证啊 但是你真正要证啊 就是六四要清静嘛 对 我们的认知 我知道六四是了别吗 他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忘心啊 我知道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 在这边讲 这个也是一种证 不是真正的证 你这个六四啊 我要把那六四给清静了 虽然说你六四清静了 六四清静了 六四不波动了 那个虽然是证悟啦 可是呢 仍然 你不能 认为我是证悟了 或是我已经成佛了 你不能这样认为 在这个地工厂工厂 你不能再执着啦 你只要有那个相的执着啊 通通 不能算是 了达那个真辱本性 这就是人相 像人相知道吗 这个人相 就是第一句话那边 认为有我的人们 不认为 不认为那个真心 就是我 就是你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 存在 有一个实在的我 有一个实在的我 所以我就不会认为 就是说这些 这些东西 这些五蕴的东西 不认为这些东西 就怎样 有这样 有认为有我的 不认为 那个真心就是我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一直执着在 有一个实在的我存在 有一个实在的我 所以你就找不到你的真心 知道吗 所以那个真心 那个真心 那个真心 我们就真如本心 那个真 假设说真如本心就是我的 那个才是真我 那才是真我 所以 所以 这边 你只是达到假我而已 所以你绝对找不到真我 这个就是人相知道吗 你知道吗 人相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理由 我们就继续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善男子 什么是众生相 众生相就是各类众生心至正物 虽以超出我人之相 但尚存了物之心 就是众生相 尚存有了正物之心 这什么意思 众生心至正 众生心至正物 众生心至正物 这个众生相有没有 众生心啊 众生心啊 这个啊 他这个 这个 六 这个六啊 六一分七造作嘛 六分别七造作啊 所以这个就出来了 那万法就出来了嘛 这个万法出来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 那个什么 你知道这个万法出来了 知道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障碍我的 障碍我的东西 障碍我的东西啊 我知道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了嘛 就是怎么样 就是 各类众生心至正物啦 心至正物啦 因为我知道啊 六根要清静 六四要清静嘛 六四要清静啊 你就是怎么样 这个 每一个 那个猪根 你不要让他了静 猪根 不要让他了静 猪根不了静 他这边就清静嘛 就是正物啦 了物啊 所以啊 你用这个 从这边来对应过来 就很好读啦 很好读啦 不然你光 光你这边不理他 你光再来这边读喔 你纵使去看那个 那个原文 依然没有办法 依然没有办法去 了悟他 那 比如有人说啊 我是众生啊 由此可知啊 由此可知啊 那个人所说的众生啊 不是我 也不是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是我呢 我虽然是众生的一分子 但是众生不是我 为什么不是他呢 我虽然是众生的一分子 但是他并不是我 这个 这个就是有一点那个什么 那个逻辑啦 逻辑的概念啦 所以善男子啊 如果各类众生认为 自己所正所悟 有所正有所悟 都是我相人相 如果是自以为 达到我相人相所不及的境界 存在一丝一毫了悟的念头 这就是众生相 就是说你认为怎样 我 有所正有所悟啊 这边啊 有所正有所悟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 我们讲说 就是我相跟人相 这个啊 有所正跟有所悟啊 就是那个什么 我相跟人相嘛 知道吗 我相跟人相啊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了解了 了解了 你接下来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说 你是以为我已经达到 人相跟 我相所 达不到的境界啊 如果你这样认为啊 那个念头 那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众生相 就是众生相 那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从那个佛法而讲 那个法 我们讲的佛法 一个是什么 法性 一个是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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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这个 那个法性上啊 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嘛 你这个开始法一出来 我们就是时时刻刻就是要一个念头 你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 那个法 他都有一个相状在 相状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这个众生相啊 众生相啊 众生相啊就是你这个 六四啊 六四一分别 这些啊 诸根就了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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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前面讲说 他前面讲说 各类众生心至正悟 心至正悟啊 各类众生心至正悟啊 就是说 你那个心啊 那个就是这个六四啊 这就是他的正悟啊 他了净嘛 了净 我知道他六四了别 开始就会 诸根就会怎么样 了净嘛 我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呢 我让这些 这些 让他清净的话 我了解这个 这个性 我也了解这个现象 我了解这个现象啊 那就是你了悟了嘛 你就是了悟了你这个 这个什么 众生相啊 你知道吗 知道吗 这样有悟吗 所以你看后面那句话就 假设认为啊 我是众生的一分子啊 众生不是我啦 如果呢 如果什么 为什么不是他呢 那我虽然是众生的一分子啊 但是他 并不是我 这个就是这个啦 你看了 就是这样子 你要知道 就要知道就是说 我六四分别啊 这个眼根 眼根开始起造作 开始了净 了净之后啊 了什么净 了这个色净 了色净之后 那个什么 因为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六四啊 那个那个眼根里面啊 有那个真如本性啊 所以你会去了别什么 了别 什么蓝色白色黄色黑色 你会去了别他吗 了别他啊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就是什么 那个各类众生的那个 那个心啊 就是这个啊 所了的境啊 所正的啊 就是所正的啊 这个各类众所正就是说 你这些镜像 我们讲的根层式啊 这根层式 你了解了 你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清静 透过你的修行 一个一个清静啊 啊 这个怎么讲 这个这个众生相啊 这个心啊 这个众生之心 自然就清静 自然就有所正 有所正 自然就清静 这个东西叫做众生相 哦 这样这样可不可以连接的起来 就是从那个那个什么 从呃 愿邪经的那个四项 来来相应到这个圆邪经讲的那个 那个四项 这样这样可以连接的起来吗 好这是众生相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受者相 我们看看哦 众生心照到清静的境界 觉悟到妄念都没有了 那么一切众生 尤其艾力所产生的智慧 看不见这样的境界 就像命根是看不见一样 如果你能够照见一切皆空啊 这一念之觉都是成过 能觉跟所觉啊 都不离成过 就是讲到那个能跟所 这个能跟所啊 依然是虚弱分别啊 那都是成过啊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那个热汤啊 消融冰一样 冰以消融 不可能另外有冰啊 那谁知道冰为汤所消呢 能觉知我 能觉知我 以所觉知我 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受者相啊 这个受者相啊 你看哦 众生的心照到清静的境界 众生心啊 这众生的心啊 照到清静的境界啊 这些啊 这些 这些 这些五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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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五蕴都是慢慢清静的以后啊 它就可以造现 造现一切清静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清静的境界 你就绝悟到什么东西 你一旦到清静的 这个清静的时候啊 这边都清静的 你忘念都没有了嘛 忘念都没有 所以一切众生啊 因为业力所产生的智慧 有业力啊 他那个业力是什么 这些东东是业力哦 这些啊 你那个六根所 所所了的那个丞相啊 那个通通都是业力 这样知道吗 所以 不是说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众生 众生所造的业力 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哦 因为这个东西啊 每一个人都有嘛 所以说 你每一个人一样有六根啊 你六根所造的这些 这些东东是你的业力 你的业力 所以你让你这些业力啊 清静的时候啊 造现清静一切 你所有忘念都没有了 意思就是说啊 五蕴皆空啊 五蕴通通空了之后 你就都清静了嘛 这些东西啊 所有的那个业力哦 讲业力 我们再讲到业力了 就是说 我这边了了色镜以后啊 了色镜以后啊 会怎样 我们说你造了业 造了业一定 一定有业果嘛 对不对 一定会有业果嘛 啊你有业果一定有那个果相啊 出来 那个就是业力 知道吗 所以你了镜之后啊 我眼睛了镜之后啊 对不对 比如我喜欢黑色 我看黑色啊 马上就是下一个念头 我好喜欢他 对不对 你一喜欢 那就是造成的 你的业力了吧 对不对 你业力啊 你业力啊 成什么 成什么业果 你一直在执着 其他元素都不喜欢 我都喜欢黑色 那就是一种业果啊 果相是怎样 果相啊 果相说我就是 只要看到黑 看到黑 我就喜欢 其他不用坦了 那个就是果相啊 那就是果相啊 就是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个 编辑经讲这个事项 就是从 从 从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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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虽然是文字 文字很简单 但是就是说 在在讲 就是你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所造成的那个 A 所染污的 所染污的 你要让它清静 你要让它清静 反过来说你要让它清静 才可以找到 你原本的我啊 你要找到原本的我 你要让它清静啊 比如说这个啊 你要让我这个六四啊 不动 六四不动 你这个六四 六四不动啊 你会死六四不动啊 的原因 就是因为六四 它会了白嘛 那些那些 他了白所造的A 你要让它清静 那就是所政啊 你要让它清静 这些这个现象 那就是人相啊 众生相啊 众生相一样啊 就是你诸根所了的境啊 诸根所了的境啊 诸根所了的境啊 那些东西啊 就说我 我这个什么 我人相跟我相啊 这两个东西啊 我已经超越了 我了解了 可是呢 我这些啊 这诸根所了的 就这样 六层啊 六四啊 这些东西啊 我依然不知道 我依然不了解 那个就是染过 那染污啊 我一旦让它清静的 那我就 一旦清静的 这些东西 那个就是 众生相 所以 这边所讲叫做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它是怎么的造业 然后你要怎么推回去啊 就是你只要有修正清静 你自然就 就会达到什么 会找到那个真我 找到那真我 你如果没有清静 你就依然会 那些认为说 那个夜象流线就是一个有实在的我 那不是 那就是假我 你就没得到证物啊 这样知道吗 他这个 袁洁津讲的那个 四象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你怎么去找到你的真我啊 那清静的决心 找到你清静的决心 这样有清楚吗 这 就是说我们用那个 两相比较 两相对照 这样都要对这个 会更那个 另外也就是说 袁洁津这边所讲的 教我们啊 教我们怎么来修正 我像人像众生像 说者像 教我们怎么修 你知道吗 知道 教我们怎么修 就是说你反正回去 反正回去 你要知道这个众生的心能够清静 怎么要清静 就是这些东西啊 你有所证的 那就是清静 就是了吗 但是这个是教我们怎么修啦 所以可以这么说啊 可以说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从 从那个 从修行的这一面啊 从修行的 教我们怎么修行的方法 这一面去 去 去 了正他 了正这个事项 那那个什么 那个圆结经所讲的 他讲是 那讲是一个道理 我像人像众生像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先了解道理 那刚好有这样的因缘 我们读到圆结经 刚好佛开示 就是说教我们怎么修 你才可以达到 这个事项 这事项一样就是怎么样 都是一种虚弯分别嘛 你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事项清静 按你这事项清静 你就证到什么 法无我 是吧 所以啊 好 按这样到这个中知道吗 按我清楚 有问题要提出来 好 那我们退开来 退开来 我们读到的 读到圆结经的事项 现在今天我们读到圆结经的事项 从佛的开示里面 你还可以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从这边 从这边到里面来 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说 就是说从这边 那个 你看那每一段 每一段的最后那句话 每一段的最后 我们现在看众生相 受者相 受者相的最后那句话是什么 最后那句话你看 就是 如果你能够照见一切皆空 最后那一段 那么这一念之觉 都是成过 能跟手都离不开 来神过 这就是 如果 就如 什么东西呢 用热汤来消融冰一样 冰与消融 不可能另外还有冰 那么谁知道啊 冰为汤所消呢 能觉之我 所觉之我 也是一样啊 你知道吗 你这个在讲什么 你去 去 总和一下 总和一下 这个 这个什么 受者相 众生相 人相 我相 我们认真修行 我们是认真修行啊 我们的心心想说一切 什么 五印皆空 对不对 五印皆空 啊 啊怎么样 你皆空之后啊 你要离空 知道吗 离空之后啊 要怎么样 那个连离空的那个念头 你都要舍弃掉 就是这个 我们认真修行 修什么 修这些东西啊 你要这边这边就要修啊 这些要清静 清静 对不对 清静之后啊 我就 就是怎么讲 这边受者像这边啊 我认真的修 五印诸法 五印皆空 我要认真修 空 对 从这边啊 从这边进入去 因为这些东西 就是那个众生的成果嘛 就是能跟所 这些东西嘛 好 那这些东西我认真修 认真修以后啊 空嘛 对不对 进入到空 这个就是 到这个地方嘛 你进入空之后啊 在这里 你要离空 你要离空 你要离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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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 怎么样 达到达到这个清静啊 达到这个清静啊 那你达到清静之后啊 你连那个离空的念头 你都要舍弃掉 你才可以回到这边来 回到这边啊 你那个夜象啊 有没有 夜象不流线 那个就是 我舍弃那个什么 离空之念 那时候我就可以见到如来 知道吗 所以 你退开来看 看待这个事项啊 就是 认真修 修到空 空之后 离空 离空之后再舍弃 离空之念 你就找到你的真如本性 就讲这个东西 这样ok吗 对啊 你找到你的真如本性啊 嗯 嗯 对 所以说这个啊 这一个事项的顺序啊 就是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这些啊 这些啊 我们要这些 那些成过 我们要给它 成过你要先清静 成过清静之后 才会达到空嘛 对不对 达到空啊 达到空之后啊 你不要 不要满足于空哦 你你你你 纵使有一个念头说 我现在已经进入空向了 依然不是空啊 所以你要离空 离空之后 你才可以找到你的那个 你的什么 你的真心 所以 这个 因为他每一段 每一段的最后一句 每一段最后最终通都是在 告诉我们 在暗示我们说 暗示我们说 你要那个什么 要舍弃 要舍弃那个念头 要舍弃我像这个念头 舍弃人像这个念头 舍弃众生像那个念头 舍弃人像那个念头 就跟回到那个金刚经所说的 这样可以连结了吧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我们这机器好了 好